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无人机下放挂载的光学吊舱对地面进行地毯式搜索 并对被困人员实施精准定位 实时将数据传回地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将我们的被困人员锁定了 由于受灾地区环境复杂 网络中断的原因 SC-25无人机可以通过数据链路将被困人员的情况和位置坐标信息 实时回传回到地面站 并由地面站分发给指挥大厅和应急救援分队 可以最大的程度提高我们的救援工作效率 通过不同挂载 这款SC-25无人机拥有多功能叠加 跨周夜运转的优势 目前澳式无人机已成功进入亚洲 欧洲 东南亚等多个海外市场 提供航空测汇 林业防护 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专业解决方案 它整个起飞重量是25公斤 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装卸和拆装 能完成快速的一个部署 我们为这套无人机系统配套了16种不同的任务载核 比如说当你挂上光电吊舱以后 它能进行整个河道的一个巡检 当你装上震射相机的时候 它又能进行一个地理的一个测绘 对 当你装上激光雷达以后 它有可能去做一些那个电力寻线 据了解 我是正大力发展以高端无人机为代表的航空装备业 并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特别是无人机领域聚集了研发制造 关键零部件配套 运营服务等企业超过千余家 城市新闻报道